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1日 星期六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跑馬的關係呢 我經常覺得今天是星期日 大家都知道這個Chillam張智琳回到內地發展 最近在大陸都蠻紅的 他拍那套《披荊斬擊的哥哥》 讚賣賣賣 真的不少人仔 因為這套東西始終在大陸都非常受歡迎 好像是一套比較受歡迎的真人騷 最近又有點辛苦 在這個《披荊斬擊的哥哥》裡面 就兌現了他自己的承諾 什麼承諾呢? 就在一千個觀眾的見證下 在舞台補辦已經遲了21年的婚禮 太太袁詠儀穿著婚紗空降現場 為他戴上戒指的張智琳當然是淚灑當場 他也很懶惰地跟袁詠儀說 你是我心目中無與倫比的美麗 記住這個世界 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就一定是別人 其實這套《披荊斬擊的哥哥》 集合了很多位中港台的男星 曾經紅過的男星 或者在紅的男星 一直都是網絡上的熱話 在昨天播出的最新一集裡面 整班哥哥進行哥哥和叔叔 第三次公演 其中張智琳率領他的隊員 張雲龍、范世爾等等 以一套新郎的打扮 演繹一首蘇打陸的歌曲 叫做《無與倫比的美麗》 期間他突然說 我曾經說過 我六十歲的時候 就要和我老婆補回拍婚紗照 但是我突然想 為什麼我還要等呢 今天我想特別給他一個提早十年的婚禮 袁詠儀 你就是我心目中無與倫比的美麗 接著大家想想的畫面 鏡球一轉的新穿婚紗的原理 站在舞台的另一端 在寧預警下就空降現場 令到全場的觀眾 甚至一班哥哥都驚啞尖叫 袁詠儀就馬上被現場 嘩嘩嘩嘩嘩的氣氛感動了 就失手落淚 張志琳很激動地一支箭地衝過去 兩個人四目交頭的一刻 就馬上 好感動 張志琳更加 緊煙地一邊唱二首歌 還立刻揭開袁詠儀的頭紗 在戴戒指的時候 袁詠儀更加激動到 震了 兩夫妻最後勇敏 舞台就突然變成婚禮場地 過千個觀眾和哥哥成為見證者 個個都感動落淚 其實都不難想像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大陸的節目一向都是這樣 極度賣弄善情 浮誇 人們的反應也是誇 總之就是那些 無管會動的那些 很尷尬的場面 我覺得很尷尬的 賣弄善情OK的 我都是一個非常容易哭的人 我都是很容易看少少東西 有少少感動的畫面我都會哭 看普通的電視劇 可能某一個半個有少少感動的位置 都會哭的人 但是那些 那種善情法 大陸那些綜藝 那些善情法 真的很難受 很無管動 說為何是保辦婚禮 話說張智琳和元靚靚 2001年在美國註冊 當時沒有舉行婚禮和婚宴 直到06年 他們就得到 生了個兒子 張武童 這場婚禮 今年是22年 續續辭了21年的婚禮 引起網民的熱意 Hashtag 張智琳、元穎儀披荊斬擊現場婚禮等等 這些就成為了大陸當時的熱手 短短四個小時 閱讀和討論的次數衝破了1.5億 網民就個個都說 太感動了 神仙的愛情 太哭了 突然相信愛情了 不過公道點說一句 她兩個人 撇除其他原因 她兩個人傷害了21年 到今天還有這個衝動 在愛情上來說 都算是一件圓滿的事 不要理她的情況 尷不尷尬 不要理她兩個的取態 就是這樣說 事後 袁穎儀更加說 其實我已經很開心很滿足 因為智琳哥 她叫她就是智琳哥 智琳哥生活上 並不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這次她突然變得這麼浪漫 給我一個美好的回憶 所以看這群網民 或者內地觀眾的反應 你就知道 當初魔童說錯 雖然我都不覺得魔童說錯話 雖然說錯那句說話 圓靚靚 媽媽這個緊急的公關 是多麼臭效才行 很不影響他們在內地的發展 所以死狗得好 貴得靚 就是這樣 這一節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記得多些支持Patreon頻道 如果真的有能力的話 訂閱這個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新聞集團的頻道 支持下我和傑仔 好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